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47岁的弗兰森 他们和另外二名英国洞穴专家哈波 及安斯沃斯 一同前往泰国参与救援 从泰国海军海报部对脸书粉四页公布的13人获救第一时间影片 可以听到二名操英国口音男子在说话 先是一人询问 你们有机个人 受困者回答 十三人他于是说 十三 太棒了 这个声音就是弗兰森 和他同行的是史丹独 两人都是杰出的洞穴救援潜水专家 在平日都有其他正职 史丹顿担任消防员超过25年 弗兰森则是网络工程师 两人都隶属于义务性质的南部与中部威尔斯洞穴搜救小队 South and Mid Wales Cave Rescue Team 史丹顿18岁时受了电视节目启发 为了探索洞窟开始学习潜水 他在2013年因为参与搜救工作而获班员佐勋章 MBA 史丹顿参与的搜救工作 包括2010年和弗兰森一起前往 法国救援洞穴专家伊斯塔比勒 Eric Establi 两人在能限度不到一英尺的洞穴内探索 最终寻获伊斯塔比勒的尸体 史丹顿还曾在2004年前往墨西哥 救援因为水位上涨而受困严冻的英国洞穴探险者 让六名受困者穿上潜水装备后 一一将他们带出 救援工作共耗费6小时 当时由于受困者拒绝墨西哥池源 坚持要等到史丹顿等英国救援人员到来 还曾引发外交举语 由于这群英国洞穴探险者当中 多人是英国军人 谣传这支队伍的目的 是在墨西哥探寻游矿 中文字幕提供 费4公布 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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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墨西哥揹几三千多里 中国的一个冒费 神然后大西哥揹几三千多 中国的一个冒费 背期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